如果我沒有遇上我太太 我就沒有今天的幸福家庭 如果我沒有在中學時遇到我的啟蒙老師 例如李洪烈老師 已故的莫德江老師 我相信我沒有機會讀大學 如果我沒有遇上梁錦松 而得到懂特首、爭特首的引戰 我相信我沒有機會替香港服務 多謝你們 在我人生中有兩個人對我影響很大 一個叫蘇象牧師 一個叫楊墓谷牧師 前者那位影響我 向世界各地和華人討論好的訊息 後者對學問的冤博和認真影響很大 如果我沒有遇上這兩個叫蘇象牧師 我不會跑均全世界 和今天讀完博士 今天接受我們訪問的兩位嘉賓呢 他們真的很勇敢和很堅強 他們失去了他們的自愛 但是他們沒有因為這件事 是傷心欲絕 願天由人 反而覺得他們 可以遇上他們的自愛 已經是非常幸福 堅強地去面對將來走的路 這兩位嘉賓就是 為米雪 陳潔玲 今天我想請到米雪姐和梅珊姐 講一下他們的愛情的經歷 到失去你們最愛的人那種心情 因為你們是非常堅強 非常勇敢去面對這個情況 沒有因為失去自愛 而是影響你們的生活 我覺得從觀眾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去分享一下你們的心路歷程 是嗎?牧師和梅珊姐和梅珊姐 絕對是 不過我們想先說一下 特別是米雪姐姐 你說我幸運曾經擁有過 其實如果人生裡沒有遇到我 運老你會跌 這個真的沒有人訪問過 是 他英俊 踢球也不錯 每個人都喜歡看他的球 其實我沒有看過他踢球的時候 是因為他 我看到他在旁邊對人對事 在那時候 80年代我認識他 他真的大大小小 他都這麼用心去疼對方 平時拍戲 看到他對人對事都很好 我覺得不錯 剛剛大家都在拍攝 就認識了 女性也是這樣 觀察入眉 看看他對旁邊如何 梅珊姐 張先生第一次見面 有什麼吸引你呢? 沒有吸引 是嗎?是你吸引他? 不是,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是因為 當時我們想搞一間 叫做Live House 有Live Music的樂隊 是一個地方 他是做生意 我只是給別人介紹 我進去跟這個人聊生意 聊聊聊 就變成自己被騙了 進了局 我被他騙了 進了局 還有當時我覺得 最主要我認識他很短時間 我決定跟他結婚 我想我的朋友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的朋友說 因為我之前有個男朋友 拍拖很久 我突然間結婚的時候 但我的朋友說 以為我跟以前的男朋友結婚 但突然說 不是, 他嫁給張耀詠 他嫁給張耀詠? 因為我丈夫叫張耀詠 是… 大家都以為我嫁給樂壇教父 你沒聽過嗎?這麼神奇 他豈不是傻了 他以為我… 連我最好的朋友也沒見過他 其實是挺突然的 我記得那一年還在1995年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 就是當時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剛才高智芯找我做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三、四月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八月就做我和春天 米基跟我一起做 是 他做金LuLu的角色 我做蓮西的角色 那時候我丈夫說 他說不如我們八月立即結婚 三月結婚, 八月結婚 他說不行 我要再拍一部劇 我要做個舞台劇 舞台劇 可以做70場吧? 對, 70場 我們分開兩個部分 我等我做完劇 當時我跟米雪、蘇柔華、亞莉 那時候玩得很親密 現在回想回來 我和Michelle也有個緣分 當時她做了我的伴娘 四個伴娘, 三個伴娘… 五個月就提出結婚 對 你也肯定的 很厲害 對 人就是這樣 當你去到那裡的時候 你已經經過很多感情的生活 有些拍攝了十幾年 又是拿個吉 那你不如… 在那時候我想 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經驗也差不多 我會覺得這個人 在那時候出現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可能是… 自己可能是想改變一個生活 而感情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有時候跟別人一起走過十幾年 可能在那個時間 是她成長了, 或者我後退了 或者她成長了, 我後退了 感情反而有變化 但我們倆都有差不多的 生活經驗的時候 大家好像同步去做一個誠意 我覺得學樂而不為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那麼久以後只有她一個 讓我求婚 那我才知道 那什麼時候 那你明白嗎 其他人我沒得再等了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現在回想 這是我做得很好的決定 我覺得我的愛情觀和你不同 我覺得每天都在談情說愛 結婚, 有了名分之後 就好像你是我老婆 今天你為什麼這麼晚回來 回來煮飯 或者你要做一些名分上要做的事 如果我在我那裡 我就覺得不好 還是不好 還是大家保持距離好一點 其實是阿朽精神 對, 我同意 因為我也不相信生人 其實我們兩個在一起 那張紙對我們沒什麼用 因為我們又決定不要小朋友 她很有愛心 她曾經說 既然我們這麼有愛心 其實所有的小朋友 都是我們的兒子女 真的 所以我們到處去 我跟著她到處去 但是我看到報道說 尹佬追了你很久 你才跟她拍拖 雖然你剛才說是容縮版 看到她對人好 你喜歡她 但她的資料是否正確 追了你很多年 你才心動 也不是追 其實是大家相處 大家都要一段時間看 我真的沒有你這麼大的勇氣 八個月還是三個月 沒有三個月 三個月就要結婚 其實三個月就要結婚 我真的要… 或者我比較保守 比較理智型 那可否說 你以前的男朋友 跟她有什麼分別 為何她追到你 其他男朋友追不到你 其實我一向找男朋友 我沒有幾個條件 第一, 要孝順 第二, 要懂得做人 第三, 對人好 有善良的心 有上進心, 這樣就足夠了 這樣就足夠了? 對 名單可以很長 為何要找男朋友這麼… 可以追到你? 也難問 孝順的人可能沒有上進心 有上進心的人很難孝順 那條件挺矛盾的 對 你覺得是嗎 對, 也有矛盾 因為他很孝順 就是下班後回家 覺得他沒有上進心 但如果下班後不回家 就會覺得上班後不孝順 現在這個條件 真的有很高的要求 是嗎 其實不是的 我剛剛…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 剛剛大家合作 相處之後, 原來大家都是這樣 而且我跟他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是天各一方 他有他出門一個月 我有我出門兩個月 所以永遠都是處於 在小別姓新婚的狀態之下 所以天天都開心 所以跟一般正常的夫妻的生活不同 所以我們會大家看一些 會珍惜每次見面 有時候我們見面 都會大家秘書和我的助手 大家看的 他那天是否回來 那天呢 有時候他想找一些神秘的 譬如我去…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登台 跳舞和香港舞蹈團 我跳舞 他就約了一群朋友來捧場 就不告訴我 就跟我助手要合日子 要這樣來溝通 這樣很滑 是的 他有沒有試過真的和你求婚 有的… 有多少次 你也好吧 我不是, 後來我跟他說 不用了 我們都無兒無女 不要靠那張紙 因為我和他的觀念 我解釋給他聽 因為曹達華 差不多我乾爹 我跟華叔說 華叔, 不要上旗 華叔說我有錢 我一定擺幾圍跟你上旗 我不用… 如果我有空來 請你喝茶, 你會很開心 但如果我們有了名分之後 那個時候那個時候 那個乾爹怎麼還不來 過年, 待會還不上來跟我拜訓 那你變了會… 那個老人家不開心 他自己不開心 我又是, 我開啟了他 他說 我什麼時候上來和你喝茶 你就會開心 他說這樣也是 所以我… 你是一個不注重形式的人 是的 最重要是大家愛大家 是嗎 說一些羅曼蒂克的… 除了剛才舞蹈團的故事 說一些羅曼蒂克的故事 給我們聽聽聽 好像我在拍攝《唐心楓報》的時候 在廠裡裡 剛剛… 差不多我的生日都在廠裡過 他就約定監製 約定了我助手 連我的工人也帶來進來 是… 對, 吃宵夜的時候 他就買好東西 那些藝員、同事 全部都不知道 只有監製知道 後來他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嚇了一跳 真的很開心 那次 他用心良苦 連工人也要收買了 對, 工人也帶來 一起開心 很開心的字 他可以說是一個很… 可以說很疼愛你的人 是 很羅曼蒂克 也可以這麼說 是 又是符合你的條件 今天說你最愛這個人 而你又不肯跟他結婚 他… 你現在看起來 你覺得有點遺憾嗎 沒有, 沒有遺憾 但我… 因為他很想你跟他結婚 結婚也是一樣的生活 是不是 不是說結婚我們要生兒育女 結婚也是一樣的生活 我又開解他 他也明白 他也明白 不過他喜歡浪漫 其實他用來玩 他當作一種求婚 好像是一種… 怎麼說 開心的事 今天又做了 或者過幾個月他又做一件 又來一次的時候 他就好像女人去逛街 買了一件很漂亮的東西 求婚在你面前有貴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所以還沒成功 你是不是 有沒有像電影劇本 不是我 買一束花在你面前貴 沒有 那不需要 敢不敢買一些 我就騙他 敢不敢買一件首飾 又求一次 我都說的 這樣挺好 對吧 我覺得一個病人 就是面對什麼疾病也好 首先一件事 家人和自己 另一件事 不要放棄希望 對一個病人工作 我唯一一個責任我不管 我一定是保護他 是 我最重要是保護他 我經常聽到人說 年紀大了 賺錢不太重要 最重要就是健康 其實我剛剛覺得 我們要接受年紀越大 我們的健康是遠離我們的 倒不如早點預備自己 我們真的會有機會生病 我們生病的時候 仍然可以活得很積極 仍然可以成為我們身邊 健康的人 一個鼓勵和祝福 我想想最傷心的一刻 我想想是 韻佬告訴你 他有病的時候 是嗎 其實有病 我就不覺得可怕 他在1912年的時候 開始有病 當時當然會比較驚訝 但我們好像平時已經接觸了 旁邊有很多病人 在那時候來說 是他自己比較的感覺 他完全沒有騷擾別人 沒有故意嚇到朋友 反而他真的處之探 我說我學到就學到這些 很平庸地告訴別人 是他有病 他怎麼告訴你 是一起看醫生 知道的 即是他不舒服 你就陪他看醫生 是 就一起知道 是 但是他用一個好笑笑的口 他自己真的… 這件事我真的… 所以我現在要秉承他的心態 他跟親朋戚友說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有病 那就算了 但是他到了後來 其實病康復很多 其實是病康復症 所以他已經知道 後面的路是怎樣的 所以他一步一步… 所以我跟他陪著一起走的時候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 當然是最後的時候 而是痛…受那種痛苦的時候 那就比較辛苦了 曾經有段時間病情轉好 會不會帶來給你一個盼望 希望 每個人都是看他有轉好的現象 但是也… 但是也預計了會有這樣一步 有好轉, 會不會好下去呢 通常都是盡量聽醫生的說法 他自己也是…怎樣說 我們會… 他會… 醫生說話會比較困難一點 他自己又會反彈 我們覺得真的不錯 就是會… 又好了一段日子 變成我們覺得盡量給多點希望 我們自己也想有些希望 所以只有祈禱 對, 會不會好 通常病人有幾個階段 到最尾階段就是… 最初第一個階段 當然是不接受自己的病 為什麼? 很抗拒, 最尾就是接受 但反而親人 你們怎樣接受 他們要離去 我…當我丈夫告訴我 他老婆好像有點嚴重 我想怎樣嚴重 我心想已經很嚴重 因為我知道他告訴我 他看了醫生, 不知道怎樣 我說, 你在哪裡嚴重 他說, 我是肥子 我說, 我肥子 我一知道他有病 我第一件事想 就是… 這條路很難走 因為他不是… 一個幸運就完成了 是 即是康復的意思 不是那個就完成了 一個幸運 他一定會是一個很長時間 而且… 我覺得我這條路要跟他走的時候 首先我一定要有充分的冷靜 我才可以跟他打這場仗 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在EQ上 包括對病情的影響 而且我怎樣… 我怎樣… 因為我都明白我丈夫 因為他突然知道 已經去到一個很嚴重的案 他突然去到一個很嚴重的案 他… 他每年有沒有驗身? 我想問 沒有 當然是 這個也是… 有些個案驗了也沒用 當然是 但是… 剛剛驗身, 下個月才睡 是 那時候我知道他… 因為我了解他 他挺樂觀, 他很鎮定 但是他就… 但是他未必… 其實他們是很害怕的 他們其實很害怕的 太突然了 他是很害怕的 但是他若無其事 他自己去做所有的化療、治療 好, 然後好像康復了 好像康復了 醫生說他沒事了 但我心裡想, 沒那麼好死 就是… 每一件事我都要… 不是說我不想他康復 但我一定作為他身邊的人 我一定要自己很配備 去… 去裝備自己 兩手準備 那真的… 怎料過了十幾天之後 突然間見到他身體出了很多變化 不合理一旁 原來他的癌症上了一個腦 了 他上了一個腦 了 他上了一個腦 他就說不治 我說不治 我就開始跟他說 我覺得一個病人 就是他面對任何疾病都好 首先一件事 家人和自己 第一件事 很放棄希望 因為家人 就算你知道他沒有希望 但你也要給他一個希望 因為人如果沒有希望 整個人走的時候 不是說要怎樣 最主要是自私地說 他走的時候 他會走得不安樂 他會走得很遠 一個人你出生的時候 帶著希望這樣來 走也要帶不著希望這樣走 我也覺得這樣 所以我在那時候 我知道我要給他很多心靈的輔導 例如怎樣開解他 怎樣跟他談 其實跟他談的時候 我自己也在跟我講 因為他要面對那場仗 他是很煩惱的 他不知道怎樣 有時候你給他一些藥 他又說不吃 你不給他吃 他又覺得你好像沒有希望 怎樣適當地去找一些醫生 去給他一些提示 誰知道他的病 上了腦子之後 大概兩個月左右 他突然駕駛了 整個人沒事 他繼續上班 他就覺得沒事了 誰知道後來又去到肝 那時候就去到最終 對,在一旦發生了一段時間 我就是靠不同的老師 或者去觀察其他人 以及拿一些很正面的訊息 去解釋給他聽 他以前很忙的時候 你很苦的時候 你覺得我生意不好 或者我心情不好 我生意不好 我兒子不好的時候 你看東西是很窄的角度去看 你覺得那時候是很苦的 但原來他生病的時候 當他發覺原來他只要求什麼 他只要求他吃到這碗飯 或者他會看到 我以前看過的世界是這麼窄的 現在看到的世界 原來他和家的關係好了 和朋友的關係好了 他原來才發覺他真的這樣 這個才是活著 我會這樣跟他談的時候 他就會和人一定會怨 我又沒有殺人 又沒有放火 為何是我 為何這麼不幸 我便告訴他 我說你不是不幸 你是幸運 你不幸就是你… 因為這件事是每個人都會發生的 生老病死 如果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即是你是機械人 即是你與眾不同 對嗎? 還有… 還有有時候就是… 牧師也是這麼說 人當然是想活得久 活得長久 但我們還要貪心 不就是長久 我們是想活到八、九十歲 是平平安安長 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是 他不是說的意思 不是說活到八、九十歲 一百歲是我大胸大跌 他不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這樣 我說 你現在短短這幾年 你突然間在你的病裡 你學會了很多東西 你看到家人的關心 你看到自己的價值 嗯 我說 你就憑你自己 看看能否打贏他 我說就算你打什麼 不要緊 因為他在那裡試了一些藥 如果可以幫助其他人 還有一件事 我很感動 就是他在自己的病裡 他體察到人 其他人的苦痛苦 所以他就建了一個志願 如果我沒事的時候 我會把我日後的時間 放進去其他病的人 或者是癌症、病人身上 這件事他以前不會說 所以我覺得 在那一刻 我就覺得 我很羨慕 但在那段期間 誰是你們最大的支持的 家人 就是病人、身邊的朋友 那時候又要兼負很多事情 例如對一個病人、工作 尤其是很多狗仔隊跟著 我唯一一個責任 我不管 我一定是保護他 是 我最重要的是保護他 所以很多都是封住… 就是不想一個病人被騷擾 好… 我自己最大的支持就是他 他就是我最大的支持 因為我除了要領導我自己 我和他都要面對 很現實地去面對這件事之外 我還要令他家人 也要處理得更好 我知道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 所以我… 他是我最大的支持 我也是他最大的支持 當然他不知道他是我最大的支持 但是這個是… 我既然覺得兩個人可以相處 他給我這個經驗 一定有一個原因 而我的目的就是 無論他怎樣走 我都要令他很樂觀去走這條路 很有…很有生命力地走這條路 而我自己一定要確定 我在這個經驗裡 一定有得到一些很正面的知識 因為以前我在我的朋友過身的時候 我也想想 因為每個人都會很懷念他們 很憤怒 但這樣不是辦法 這個世界豈不是很消極 人也要生死 我怎樣可以令他們更加… 怎樣從他們的離去 看到他們生存過的意義呢 對嗎? 我就覺得… 我就要去找 所以我就說 我就去找這些不同的智慧 不同的東西 去令我變得… 不可以說是更強的 清醒一點 或者冷靜一點 因為我們一定要很冷靜 我就跟他說我老公 這個身體是一個身體 我說你一定不要怨, 不要恨 放開我, 放開你家人 放開你自己 放開所有的東西 我說不要帶他怨心走 那我也要去面對 七天後我也要去面對 是 跟明天我一樣去面對 所以就不要妨礙大家 明天一起來, 重新來過 馬上做 明天一起來 遇到親人離世 我們當然是很傷心的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媽媽在二十幾年前離世的時候 我哭了很久 是我人生四次落淚之中 相信哭得最厲害那一次 但是回想起來 生離死別一定會發生的 那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呢 除了積極面對之外 給我自己的啟發就是 我們應該在親人在世的時候 盡量多點時間跟他們相處 以免日後我們後悔 Michelle, 找老人離世的時候 最後一句話跟你說什麼 去那時候都是昏迷的 昏迷 對, 就是之前我說的 因為時間我比較長一點 在之前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說就是講這些 我和你安排好些事情 就是那些 那你跟他說呢? 他昏迷我相信 你在他的耳邊也有些事情跟他說 我只是給他鼓勵 希望等於我們絕對不能放棄 你不要放棄自己 我們絕對不放棄 這個我想一定要給他一個希望 我那另一半他真的很堅強 他還處理了很多事情 就跟我說他很風趣 因為他… 跟我差不多 報喜不報憂 他就說不用怕 小黑在等我跟他打歌課 反而他說這些 他說人必經要… 這個階段必定要經過 所以可以了 其實每一個人都要經過 是啊 他經常說 我和你處理所有的事情 你不用怕 和我安排了一些事情 當然這個是哄我 他又落天 所以在那段時間 他給我感覺是很鎮定 是完全是… 當然到他後面的病情加深的時候 是不到他做事 跟你一樣 某些事情是要我們做事 他精神上負荷不了 因為我夫妻可能是時間很短 就是由他生病 真真正正是要接受這件事實 到他發現去到腦袋的時候 已經很煩惱了 那個只不過大概是七個月的時間 其實他一直在做花療、電療 都很鎮定的 他自己天天自己去 不用我陪的 然後他做完電療、化療 然後他自己上班 那天的 痛到死 然後他… 我也覺得很慘 而且他沒有想過那件事可以去到這麼… 那麼壞 對,可以想到去到這麼壞 那變成在某個時候 當你說要去到這裡的時候 那件事已經他不可以控制了 阿維有一件事 我就叫他拍了一個… 拍了一條片給他媽媽 這是我看的外國片 因為當時他不知如何 把她的媽媽打開 那我就…一月一日 就拍下了他的片 我說你不知如何交代給老人家 我最好是你自己交代 我覺得這個他也很擅長 但是當他… 其實他的心是一半一半的 不知道… 希望自己可以 也知道自己其實不行 其實他很害怕 我們旁邊的人就心裡有數 但是就… 怎樣去活動他的精神 他不可以絕望 但是自己心裡也要安排 也要怎樣開始告訴他 如果是這樣,你不用害怕 人其實不用害怕 就是怎樣… 催眠他… 我相信你們兩位… 另一半離開的時候 相信兩位都是… 沒錯 哭得很厲害 沒有 沒有? 我… 那時候我牽著他的手 因為他昏迷了 我知道他離開了 我就跟他說我老公 這個身體是一個身體 我說你一定不要遇怨 不要癢 放開我,放開你家人 放開你自己 放開所有的東西 我說不要戴著他的怨心走 做了很好的事 做了非常好 然後我就說 如果你要康復 你就現在自己康復 如果是不能康復的,不要完 人本身就是這樣 一定要必經之路 千萬不要戴著他的怨心走 不要說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什麼 為什麼是什麼 千萬不要這樣 我牽著他的手 我就跟他說我現在在流眼淚 不過我是笑的 我替你開心 因為你令我很誇張 然後他不離開 他在跳著跳著跳著 其實我安排好 帶了一些經文給他 然後我說 老公,我送你一程 我知道他很喜歡我 其實他很喜歡我唱歌 我就放了一首我的歌 他一聽完就嚇走了 哪一首 只怕不再遇上 他真的嚇到他馬上離開 他不是嚇走了 他很安心 我以為是嚇到了,開玩笑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我從來沒有… 我老公走了之後 在這一年裡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老公和我離開過 Michelle找老公走了之後 你對自己的生活 心情那種影響 相信都很大 因為這麼多年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跟Michelle Chen Chen那些都是一樣 臨走前說的話都是一樣 但是生活沒有改變 反而還助長了我們平時 都是很多團體或者機構 請我們去做一些講座的時候 就透過我們的身體 去把他們想說的話 去教識現在旁邊的人 沒錯 所以我經常說 他能給我們一些力量 就是這些 就是他那種堅毅 還有那種硬、硬正 反而在… 譬如我那時候發生事 我還要上班 我就在想 反正事情都要發生 如果我休息七天、三天 公司真的很好,他讓我拿假 但是我說不想妨礙大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藝術、同事 他們都有後面的事情在做 要安排做 我說不如反正也是 今晚休息一休息 明天好厲害 那就不要阻礙大家 我也要面對 七天後我也要面對 對 跟明天我一樣去面對 所以就不要阻礙大家 明天一起床 然後再重新來過 馬上做 但是哭 當然回家又哭 哭 但是那種哭是享受的 我不知道你 是看以前的照片 是很享受的 就算那種哭不是傷心的 所以我就說 經過我們 這樣去把我們的經歷 去告訴別人 讓別人一樣學習 沒錯 所以都是由他們的訊號 叫我們去告訴別人 是不是 我自己… 你聰明一點 你馬上上班 我…我夫妻六月離開 我三個月後開演唱會 他們說你行不行 我說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我要練 但是我會覺得人 每個人都要經歷 那是不是他走了 我們就好像脫脫脫脫 我們就很悲傷 傷心是應該的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站在前線 其實我們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去接受這件事 我們要面對它的時候 很冷靜地處理 我們還要站起來告訴別人 就算我們是… 就算我們是演藝藝人 我們是有傷痛 我們也有傷痛的經驗 但是你告訴別人 做人一定要站起來 一定要去處理它 就是去處理我們的感情 處理我們的家人 處理所有的事情 比較正確的想法 或者一個觀點 讓人看到我們 原來我們都是受苦的 我們都是苦的 你們都苦, 我們都明白 你們去上班 我們都做我們崗位的事 其實上班也可以幫到自己 你的注意力就去了工作那裡 好, 幸好我沒有牽涉到狼眼淚 不同的 我一上去唱那些歌 我最初在家裡練歌 別說唱一句 一開聲那些眼睛 那些文字 紫眉 那些不停哭… 我就跟自己說 這是好訓練 我一定… 我不是哭到自己麻木 不是, 我是將那件事 你要走過來 你一定不可以逃避他 一定要面對他 很多人都以為去處理痛苦 處理一些很困難的事情 就是避開就避開他 不是, 要處理他 直接面對面, 應接他 知道自己是這樣 哭得出來是好的 因為我還記得 我這麼多親人離世 我媽媽對我影響最大 她… 我當時有兩件事 一是… 我是牧師, 處理了很多喪禮 覺得… 高股 覺得媽媽也這麼處理 所以那時候 我自己去處理整個喪禮 程序表, 甚麼都自己教 我教了一星期 不見了三部電話 即你的人是可以… 失敗了? 對, 突然不在這裡 那個感覺是… 那電話呢? 拿回電話, 找不到 那個人的肉體 那個精神好像不在這裡 我記得媽媽 會打回家找媽媽 就是… 家裡沒有人接電話 媽媽已經不在這裡了 但是天堂的電話 沒有, 想飽了 不知道怎麼打 所以忍不住 我太太在我身邊看著 說不行 不如我幫你搞吧 你真的搞不定 我覺得我媽媽死了 我哭不了 但到她安息禮拜 我哭得收不到 真的 沒試過… 有一個男性走過來的時候 一拍一拍我, 我抱著 哭了一分鐘 我們之間… 其實感情不太好 不會 不過這是借著才能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時間 要解釋 不是說不要哭, 不是哭 其實我們壓抑在裡面 是一定要有一個時刻 讓我們爆出來 如果不是, 說明要去面對接受它 就是悲痛, 我們就要接受它 不是讓它爆出來 是 爆出來之後 再有什麼情況下 我們真的看到 就不要把東西困在心裡 是 可能有人喜歡我 我不介意 為什麼呢? 都不同 因為那個已經是我的逆思 我對她的感情一定是屬於一個 我經常聽到有人說要計劃人生 計劃將來 但是人的人的人生和將來 好像沒有死亡一樣 我就有了 我就會計劃我的死亡會怎樣呢? 就是在我安息禮拜裡面 我和太太說了 就不會有占養為庸 因為我覺得占養為庸 就是我最親的人 看我最後一面 就送我最後一程 而其他親人或者朋友 只要記得在我世上給她的印象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如果明天遇到一個 很喜歡你的人 即是跟你以前的另一半 都是很適合的人 相似的 很相似的 你猜你還會否喜歡 另一個人呢? 我自己就會很順其自然 但在這個時刻 我也是跟你一樣 我也覺得她仍在我旁邊 因為我平時的生活 已經好像跟她… 我飛去別處一個月 她飛去別處一個月 我從來沒有感覺她離開過我 但如果你真的有人喜歡 我也不會說… 但也不會這麼快 我始終都覺得… 我也沒有說過時間… 對… 可能是五年後 十年後都還沒做 我意思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情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完全沒有 我以前有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人活到八十歲 我都要拍拖 我覺得不可能不拍拖 所以我覺得人是一直到最後一步 一定要談戀愛 我是戀愛大於天 但又是人會改變的 我現在原來感情 事業也不是我的項目 那發言是什麼呢? 我會想做一個學習者 我想從我生存在這個空間裡 所有的智慧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可以減低不同人的痛苦 或者可以把我自己所認識的 或者我可以學更多的東西 但如果突然有人喜歡我 我不介意 對,為什麼呢?都不同 因為那個已經是我的逆思 我對他的感情已經屬於過去 如果我帶著他在一起 是因為他在我身上 呈現了一種任務 不是說… 如果我再帶著他在一起 我還活在過去 我活在現在 他已經過去了,他已經離開了 但我的意思不是忘記他 他永遠在這裡 所以我做每件事都是因為他而起 好,但是如果說感情 我突然不相信有 但是… 這個世界很難說 這個世界很難說 如果真的有這種人 有這種緣分出現 我會把握 為什麼? 因為他既然出現在我身上 我會把我所認識的東西 跟他分享 是 是嗎?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 因為愛的意思不是… 我們已經去到一個場地 不是那些… 拖手去看床戲 用眼包 不會吧… 你太膚淺了 或者你看到另一個女生 我又會很羨慕 也不是那樣 而是你可以找到一個人 真真正正 和你去搭… 搭生命的智慧和生命的深度 如果有這種人 我就不會放過了 因為…你知道 一個人要去做一些事情 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生命中找到一個人 跟你一樣可以在那個任務的時候 那些事情可以發揮得這麼大 你會不會你在那個回憶裡 有些什麼你沒有跟他們做過 而是你想做的 如果他今天還在的話 你先吧 我其實有好幾樣東西 他很喜歡打高球 經常叫我打得好一點 陪他一起打 我就應酬式 我就很好…陪他一起去 是打得差的 我想每一個都… 打得差你也有陸場 有 我想…譬如跟你一起出去 我都想 我老大打得好,我就開心 有些人說 米雪戴得很差 我想他也有點不開心 這件事經常說 你練球吧… 我想這件事… 而且有一次他很喜歡小朋友 他已經抱著兩個人 在北京打電話給我 我在工作 他說 找到兩個人,是媽女 那時候我們也同意說 拿兩個人回來養 我沒有空 我現在在拍攝 真的沒有時間去看 因為他很尊重 你先來看看 怎樣… 我說好… 誰知道等著… 等了一段時間 他也沒有這個… 我都陪他一次去某個地方 去看小朋友 但剛好又有點阻滯 變成又不行 我說天意,真是天意 已經抱著在手 所以我說不是你就不是你 但我也會延續下去 很奇怪,我想不到有事情 因為我發覺很多事情 是因為要經驗了才知道 如果不是這樣,你就不會這樣想 而我會覺得 他給我的東西是因為有原因 因為他要透過他的病 或者透過他的生死 而讓我去意識一些 我以前看不到的角度 我會覺得其實他… 他送了這份禮物給我 我誠意地去接受這份禮物 我會將他發揚光大 而我覺得他…也這樣說 我可以認識他 或者我沒有想過… 最初我想想那些人說 你為什麼嫁給他? 我說,沒有什麼所謂 有一個人來向你投婚 那就是假的,是嗎? 說笑 但是原來這樣看法… 這些朋友沒有要得到 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這樣看法 其實他是一生之中 我最重要的一個人 不只是一個男人那麼簡單 他是我一生之中 一個很大的看法性 一個很大的鑰匙 而我以前是… 那周大雞塊是對你 多方面 包括我對人的… 一個智慧的提升 可以這麼說 多角度去探索一些東西 看到自己以前多麼… 做人其實自己是多麼幸運 多麼懶惰 還有多麼… 其實也是很活生生地告訴我 生死 簡直告訴我 我自己先別說其他 是必要經過 苦必要經過 比如我們以前 我們很多朋友過世 前幾年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是朋友 對我的命運沒有改變 比如我的好朋友走了 Leslie 我相信 Roman 我相信 但他是否直接影響我呢 不是 可以這麼說 就算我跟他們家人聊天 我都說 你放下一點吧 別那麼傷心 也隔了這麼久 還在想什麼 是不是 隔了一遍 騷揚 但這次透過他的時候 我真的明白到 原來我對這個社會 或者我對很多自己對生命的看法 原來自己還是在一個很狹窄的角落 但透過他的時候 他開了我的眼睛 所有人要面對的苦 或者看到對社會人 為何人會這樣 那個人為何會這樣 為何人會產生這麼多執著 或者為何人會在家庭上 起了這麼多問題 我真的會了解 而且我會了解 我以前覺得 跟別人分享一些音樂 歡樂這麼簡單 但原來透過我夫妻這件事 我發覺我不是只要跟別人分享 是我們有這個…不要說是責任 我們有這個精神 可以回饋一些東西 跟觀眾感覺到 因為他們都是人 我們大家都在不同的層面 遇到不同的事情 是怎樣用不同的角度去處理 我們生命上 生活上的種種的問題 如果尹老,張先生 現在是最後一段老闆 但他們是清醒的… 你要跟他說最後一番話 一樣 你會說什麼? 我也是一樣這樣跟他說 我會告訴他 你活得很好 你曾經活到做了很多事情 我會覺得人的生老病死 一出生人 一出生 其實你已經開展了你死亡的第一節 會壞的 不過不是代表我們不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去增值自己 我們享受世界的每一刻 所有的快樂、所有的苦 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優惠 我會覺得 當你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 真的,你來的時候 是不知道怎樣來 你是帶著一個… 即是你怎樣說 你是帶著一個希望來 走的時候 也要帶著一個希望走 不是因為你自己 是你走的時候 很多人都以你是一個榜人 你會影響下一代 你會影響年輕人 你會影響你身邊的人怎樣活下去 如果你有這個希望 你走得很灑脫的時候 很多人對生命那種… 即你是一個生命的勇士 而且你會帶著很多 很有啟發性 對生命那種感覺 是令到下一代 對生命會有很多建設性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所有人是互相相依的 每一個人我影響你 你影響我 我影響他 沒有一個人知道 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的影響力 但你的影響力可以很正面 可以很差 既然你走到生命這一段 就做了一個好的影響力 去影響你的下等 這是我想說的 Michelle呢 我同樣一番說話 我覺得他真是… 這一生日活得非常精彩 去到哪裡都只有人在讚賞他 在懷念他 我就以他為榮 尊重他, 他尊重生命 他經常帶給別人歡樂 帶給別人開心 亦希望因為他這個死亡 而令到今天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如果同樣遇到這樣的一天 真的勇敢地去面對 像我們這樣 好… 所以我們… 很欣賞他們 是 他們面對親人 我們英文叫做放手 讓他們走, 走得很安心 有自己也放手 自己也讓自己繼續走 自己人生的路 是很欣賞的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Michelle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我們不是禁止了 現在是我們禁止了的過程 現在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有些親人有病的話 我相信兩位今天的分享 可以給他們很多啟發 謝謝兩位, 謝謝Michelle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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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坦白說, 在訪問前 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擔心會勾起米雪 陳潔玲兩位的傷心事 他們失去了自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作訪問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做完訪問之後 我看到他們很堅強 很勇敢去面對他們的將來 我看他們很開心 面對生命的來臨 每一個人都充滿了盼望和喜悅 但是當生命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很少提 甚至不敢說這個字 就叫做死這個字 但是今天兩位嘉賓 很坦然地分享 他們怎樣面對他的自愛 和親人離世 面對死亡的真實性 反而對他的生命更加具體 我覺得這種態度 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不會吧